Lio聊刺激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io 今天來看Poshimia人對上敗戰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 超級隨機 地圖非常特別 今天是1月3號 所以現在是春節期間 祝各位新年快樂 最近我可能會去買呱呱樂 祝大家也可以刮到大獎 好 那我們稍微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是左右兩邊都是環海的 有點算是那種有附海的那種競技場 那這張圖有點像是 西地圖版第一第一季的地圖 就是左右兩邊都有海的圖 這張圖我覺得蠻特別的 因為真的是超級隨機 雖然他有牆也是木牆而已 那這個木牆也是非常薄 那班蘭提在這張圖的話 最大優勢應該是垃圾兵 跟他的路途很便宜 再來就是他這個海戰 可以打這個火戰船 火戰船的話優勢蠻大的 不管是防守家裡 或是去騷擾對方的河道 都有一個不錯的優勢在 那再來就是他地龍時代 升級來說資源也很少 所以可以考慮這個樹地戰法 所以班蘭提帳地圖的最大優勢 就是這些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文明 那我們這個文明是 波西米亞 波西米亞的話這個文明也是偏後期的 那最大的特色是 城堡時代可以升級這個 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 來增加村民的血量 還有這個移動速度 所以波西米亞的一個流程 到了後期是比較強大的 那後期的話有這個榴彈炮可以打 還有火槍兵 擊兵 是他的一個超強的一個 combo組合 那大概就是還可以打這個寶兵 波西米亞戰車 也是可以 但波西米亞戰車實際運用的能力 我覺得並沒有到這麼強勢 那波西米亞可能還是要靠一點擊兵 長兵去防守這個戰車 全靠出戰車會有點危險 好 那波西米亞這張圖的話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優勢 那他最希望的事情 應該是可以成到地龍時代 那城堡時代跟封建時代 可能會打得相對保守一點 那這張圖一開始有這個圍牆 只要敗戰艇不打快弓的話 什麼塔弓弓快弓插進來 少偶一波 波西米亞的話應該是經濟不會朝到哪裡去的 好 那我們就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怎麼打吧 那這張地球一般來說就是當海鎮在打 好 這個木頭一樣就多挖一點 好 後面也可以去捕魚 但是這個時間點居然沒有人去捕魚 有點意外 好 這時候應該是差不多要去下漁港 這個碼頭應該會下在這裡 這邊可以燒下了 OK 班辰亭這邊下了一個碼頭 OK 五個人伐木 那班辰亭他們的這個流程看起來是不太一樣的 原來這邊流程是偏慢一點才下漁港的 這邊他們還是有先下其他的東西 OK 看起來 喔 這個一開始開局有4級喔 我現在才看到 因為黑暗時代不可能有4級 好 這邊模仿 那這邊就有點差異了喔 看這裡是有模仿的 那這裡是沒有模仿 欸 為什麼他要下模仿 欸 對阿 為什麼Poshimiya這裡有個模仿 他是要來種田的嘛 可是這個時候應該是要把這個模仿的木頭 去蓋碼頭才對喔 去吃這個大魚 畢竟這些私人魚群喔 跟那個鮭魚群喔 都非常的肥美喔 你照一艘魚船就是鑽喔 照越多艘越鑽喔 而且整個河道都有可能吃得光 雖然這個河道加起來看起來是 大約快2000肉左右 但是用魚船吃一吃喔 還是蠻肥的 Poshimiya這邊是沒有選擇要做一個 魚港捕魚的動作 反而是要來潛壓挖石頭 反而是Poshimiya要打快攻 哇 這個棒棒走出來 三棒棒 Poshimiya果然不下碼頭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這邊是要打裝甲步兵 卡風 那裝甲塔 這個是一個上古戰術喔 以前HD時代喔 在去可能那時候我也很常跟他一起玩 也不是很常 就很常看他的節目 那我自己偶爾也會跟他一起玩 那他以前喔 都是用這一招 這個裝甲塔 上分的 那有時候我直播累的時候 就會去跟他一起聊天喔 然後跟他聊十一帝國 然後他那時候我看他每天喔 基本上都是用裝甲塔在爬分的 OK這邊拿到伊莎 那裝甲塔最強大的威力喔 就是加上自己的刺喉 然後後面是個劍塔一直往前插 然後逼著對手 一定要去插劍塔的防禦 那時候的trip 是說這個 要防這個 裝甲塔的話 你只能跟對手對插 你沒辦法 用其他手段去防守 你能出弓兵的話 也會被這個劍塔給射到 除非你出很多 那就另當別論 但是這種時間點喔 你是不可能出到太多弓兵的 而且你這裡還有下碼頭的漁船 這個木頭量 絕對是沒辦法出到一堆弓兵的 現在最好的事情喔 最好的辦法就是 直接出大量的劍塔 去跟對方對射 是最好的 那這個兵喔 就不要想要一直出 出到這個弓兵喔 可能要去想個辦法 到這個城堡時代 然後出頭車 去把這個砸掉 那最好是 外面可以去挖個野精之類的 但這個不是現在要該做的事情 現在要做的事情 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挖石頭 然後跟對方對射 對插對射很重要 好那這邊有挖石頭 那半戰體這邊對應來說 就還相當不錯的 那應該是可以守得住 基本上有這根石頭區的話 他就不太可能直接被插死 這個也是 C帝國裡面的一個細節 這邊稍微圍一下 把這個村民圍在這裡 那這邊村民就可以直接 在那邊拿他的小道 捅這個 瞭望塔 那這個瞭望塔應該就可以解掉了 OK波西米亞這邊 雙甲塔的這個進攻 感覺還不錯 確實有弄到點東西 主經也控住了 還強迫這時候去挖石頭 然後去插一個劍塔在這裡 經濟確實有讓他傷到一點點了 但是這個一點點 並不是會太傷 因為他這邊是有漁船的加持 所以經濟補正來說 我覺得現在還是敗彈亭 經濟更好一點 而不是波西米亞這邊 波西米亞這邊可能要再更積極一點 去做一些強勢的進攻 例如再來繼續鎖這個石頭 我用這個極限距離射 那這邊出弓兵喔 果然 OK 果然還是要出弓兵 那弓兵的話 一樣數量就是要多 跟我們前期講的一樣 這個時間你要出弓兵是沒錯 但是弓兵數 沒辦法第一時間出來 大概這個時候就可以出來了 才可以去守住這個廖望塔 繼續插進來 那通常兩到三隻就可以守住了 好 那這邊霸彈亭 直接拉了很多村民出來敲 哇 這邊守得很不錯 那這邊工兵直接在這個劍塔下喔 不要動 OK沒錯 直接把他跑到這裡來 左邊這一村沒有空好 直接被射死 唉呀 稍微虧了一點 但沒有關係 公西米亞這邊是拿到兩村的優勢喔 那這邊村民就好是趕快直接回家喔 不要再跟對方的工兵打了 趕快走趕快走 說明想要用自己的拳套把對方給扁死 那這邊看起來是打不到東西喔 應該全部撤走就好了 沒什麼太大必要就去打 那這邊霸彈亭解的時間也是非常快速 全部三根劍塔一次拆除 然後把自己的主金搶回來 開始挖金換 那這邊捕魚的優勢越來越大 哇 看這個魚一直捕一直爽 但是這邊也是喔 在利用塔供的時候 也開下了自己的碼頭 但是魚船目前只出了一艘 所以經濟上來說 波西米亞還是稍微 差了一點 哇這裡怎麼走進來了 欸 我們這邊buck一下 啊 他跟著村民一起走進去啊 哎呀 內鬼村民啊 哇這邊村民進來會有點麻煩喔 自己的赤猴 要不要回家呢 剩兩滴血 回家沒什麼意義 看來是不要 啊結果這個村民在扁這個房子是什麼意思 欸這個扁房子有點虧喔 因為你這四隻村你就沒有踩資源了 經濟上會被拖到一點點 這個是失誤嗎 沒有空好 好 這邊有出毛兵 毛兵一出來 這兩隻公兵應該是也做不到什麼事情了 好 那我們這邊再再加速加速一下 哇這邊真的是把它敲完之後才回去喔 再把這個門堵起來 好 好 不太確定這個房子拆掉的意義是什麼 可能是想要把這個高地搶回來 然後這邊插城堡 好有可能 好 這也是猜測而已 欸但是這邊被挖出一個洞來 好馬上這邊趕快補下 然後毛兵一隻去追一隻公兵 稍微爐想一下 這邊公兵可以直接抓掉沒問題 這隻公兵要趕快走了 好 之後回來 繼續逛街 把這個地圖拆一拆 兩邊時間點上城堡時代其實是差蠻多的 你看這個Poshimia跟班蘭提的弱量就差蠻多的 班蘭提這邊已經可以點上這個城堡時代喔 但是這邊Poshimia還要靠買賣一波 才可以點到這個城堡時代 雖然時間上來說只差了一分鐘 但還是差距蠻大 畢竟你有買賣支援的話 對自己自身經濟是會有傷害的 順所謂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喔 好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在4E國裡面這個道理也是適用的 好那Poshimia這邊雖然小虧一點點喔 買賣上去城堡時代 但是他只要上城堡時代喔 馬上蓋一下修道院喔 給他這個宗教狂熱喔 就可以把Poshimia的經濟給補回來喔 那班蘭提這邊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經濟優勢喔 他最好是可以的話喔 拉一隻村民喔 到這邊去蓋個碼頭 然後用火戰船 自己的火戰船優勢喔 去跟對方做一個海戰的交換喔 只要燒到對方的漁船喔 或是把他整個海上全部打掉 那班蘭提的優勢會一直擴大下去喔 那這邊班蘭提是不是想要樹帝王啊 我怎麼覺得他的資源可以上帝王時代了 這邊蓋下大學 欸他這個資源可以上帝王欸 哇這很像樹帝 修道院蓋好了 大學蓋好 輪走技術一好 帝王時代就按下去囉 OK那邊 如果這邊是樹帝的話 有可能是打強奴開局喔 班蘭提的強奴也是非常好用的 通常打樹帝上去的敗戰艇喔 都是打強奴 很少會打其他的兵種 因為強奴在帝王時代真的是太強了 有化學喔 還有這個拇指環喔 喔什麼都有 好那這邊 Pushimia這邊點下二級伐木跟二級一色喔 但是這邊敗戰艇卻點下這個戰保兵升級喔 啊但是帝王時代還是有按喔 OK單體器直接上 但Pushimia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喔應該是有知道對方要上帝王時代喔 好這邊再毛兵點下去 可以稍微克制一下對方的一個工兵喔 呃 班蘭提這邊少用毛兵手 然後帝王時代爭取一下時間 這邊3TC也 哇也開一下啦 這邊班蘭提這個Pushimia 結果是走這個開農路線喔 3TC開農 但是修道院還沒有下 呃就有點可惜喔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喜歡以上城堡時代喔 Pushimia就趕快蓋修道院喔 去點這個 宗教狂樂喔 好自己有優勢的東西喔 趕快拿起來用喔 好不要放在旁邊喔 亮著 畢竟你的優勢喔 是只能用這些優勢喔 去跟對方打 你不用這些優勢的話 你就玩其他文明就沒什麼兩樣了 好我個人對文明的理解是這樣子 盡量還是打對自己有利的兵種 還有這個科技方面的路線 好那這邊帝王時代點下 還點下神聖思想 神聖思想 不太確定是要來防守喔 OK那這邊宗教狂樂終於點下了 OK 點下宗教狂樂之後 經濟就要開始起飛了 而且輪走技術也點了 待會首推車再下去 一波西米亞 經濟會很誇張喔 畢竟村民宿 四十五村打六十一村喔 那半陣體這邊是 由於是單TC的關係喔 所以村民宿不多是正常的 那這邊如果上帝王時代 如果還有城堡的話那就更好 那半陣體這邊並沒有挖石頭 所以這裡並沒有城堡 我們要發動巨頭 直接高速開拆喔 所以可能上帝王時代之後 才會再繼續做個進攻 還是有可能會帶帝王時代農個衣服喔 才繼續打 那這樣束帝王的策略 而且一上就沒那麼強勢喔 但是這邊好處是 遺跡減的還蠻多的喔 三遺跡已經入手了 那這個刺懷對囉 OK這邊看到對手 半陣體開了一個 那這邊上束帝王時代點這個 救贖思想 加上這個印刷技術 再來招強對方的頭子車 那印刷技術點下之後呢 這個僧侶招強的射程 就會再多加三喔 所以就變9加3 12射程的一個招強範圍 非常的遠 比這個不列天常攻兵還要遠的一個射程 但是這邊攻兵 要小心 這邊自己卡自己的頭車 笑死 反而可能不會被招到 結果上前想要去射森呂 結果我們反而沒有射到森呂 自己頭車被招走了 好這邊想要努力挽救這台頭車 看可不可以換掉 但沒有辦法 後面戰謀兵已經快要解決掉所有的單位了 這邊一隻想要秀掉嗎 還要射6下才可以 這邊秀的還不錯 3滴 2滴 1滴 1滴 最後換掉了 Porsimia最後這個超兵打得相當的漂亮 居然居然還可以把它換掉 如果是我的話我絕對換不掉 這個操作的手術太大 好 但是Porsimia這邊可能會打戰車 他的木頭蠢了很多 感覺是有意圖性的要去打戰車 但現在要打戰車的話 有個問題喔 是對方的僧侶也會著想 而且這已經有異刷技術了 你可能戰車打到對方的僧侶之前 就已經被招走了 所以這邊打戰車我確定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還不如去打這個肉馬 先騎兵 連這個僧侶都可以打 戰毛兵也打得贏 這邊出戰車算是比較算防守型的打法 戰車應該是不會出去打架 Porsimia3TC運轉86吋 已經快到87吋了 還可以再多一點 班農廷這邊是58吋 差點偏少 但是家裡還是有補下更多TC 那這邊可能還會再開到第四個TC 可能會開得上面一點或下面一點 我覺得上面會有點危險 但上面有兩塊大金礦 所以這邊可能還是要守一下會比較好 這邊金礦聚集太多了 這邊總共有四塊金 爭奪上方是一個重要的地方 那這邊兵 開始往後走 看一下後面有沒有村民在偷偷幹什麼之類的 但是這邊Porsimia的魚船 也可以把這個河道上的魚吃得很蠻乾淨的 碼頭各蓋一個 三個碼頭就把這個野魚吃得差不多 而且他這邊是有優先吃大魚的 你看看這邊 看到這個小魚沒有去讓他自己去吃 這個是有手動去控吃大魚的 Porsimia這邊細節控還不錯 結果這裡戰毛兵拿掉一村 戰毛兵殺進來了 後面這邊都是Porsimia的農田 這邊請他小心點 但現在這邊要轉洛馬了嗎 轉騎士 騎士趕快出去擋一下 不然這邊殺進來會有點痛 哇這邊村民死的數量有點多 擁有彈道學的關係 這邊村民樹一直在倒地 這邊馬就已經騎士準備要衝出來 戰毛兵想要再多打一點村民 這邊騎士一出來 這邊戰毛兵可能也知道自己要命救 但是這邊攻擊也太高了吧 因為這裡有化學 戰毛兵打騎士 還這麼痛 世界奇幻 這就是帝王喔 帝王的科技喔 三級射加化學 就是這麼的痛 你們再把它想像 如果這是強弩的話 有多痛 對不對 但是還好 對方是出戰毛病喔 所以Porsimia這邊 還是有機會喔 可以守住的 這一波是應該沒什麼問題 如果是一波強弩進來的話 應該就是被射爆了 這邊頭車怎麼回走了 哎呀 頭車車就讓我後走 好戰毛兵這裡沒打算空了 這邊稍微直接原地開打 但是這邊巨頭是經常開始拆 破新面的城堡了 欸這不是巨頭 是火炮 好火炮開拆 那裡面的戰車喔 不敢出來 確實會瑟瑟發抖 畢竟這個 戰車現在是 出去一定是被招走的局面了 這邊出火炮慢慢拆 那這邊騎士出太多我覺得不太好 這邊我覺得出肉馬反應會更好一點 但是如果剛出肉馬的話 這邊戰毛兵會解的更慢一點 畢竟肉馬的攻擊力低 防禦也差了一些 打這個戰毛兵可能也是 有點差強人意 那Porsimia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馬比較不太行 他的馬只有二級馬卡而已 但是步兵跟攻兵路線都是ok的 所以他的一個馬的路線 我覺得要思考一下 要不要繼續打 那這邊你看騎士過來 直接三隻要被招走了 這裡可能要低一下 但不低 想要直接硬點 哇 結果騎士全部都被招走 兩隻再補了過來 直接一點火炮 這邊努力想要溢射 但戰毛兵傷害很高 頭車直接砸了一發 ok 打的傷害還蠻痛的 前面全線倒地 但是好處是解掉兩隻火炮 這個城堡可以再抖一段時間 那我覺得這一波就算被招降掉 也沒那麼虧了 最近有換到兩個火炮 還行啦 雖然還是虧了 但是至少可以阻擋對方的進攻時間 那這邊也可以上到地龍時代 那Porsimia比較特別的是 城堡時代就可以研發化學 所以他讓可以讓他攻兵 可以多一攻 城堡時代就可以多一攻 那這邊Porsimia的話 可能會打一個 戰毛兵 然後配 擊兵 然後配榴彈炮 然後再配點強弩 或火槍兵 都有可能 強弩應該不會喔 不會出強弩 欸他有強弩嗎 我不確定他有沒有強弩 但我覺得最好的打法是出這個火槍喔 火槍也ok喔 火槍然後配點擊兵 然後這個榴彈炮 這樣威力就夠強了 但是現在榴彈炮也是要特別小心對手的 生旅喔 那但是榴彈炮也沒那麼好農出來喔 所以這邊要怎麼農出榴彈炮 也是Porsimia的一課題喔 好在這邊直接騎士 進來砍個一波 這個洞沒有堵起來 這邊騎士直接被逼走 沒有打算要繼續生路 但是確實也鎖住了這塊地方 本來要出去挖野精 但這邊拜登請知道 意識到上方這裡的驚慌重要性喔 趕快蓋個城堡來控下圖 這邊駿頭11慢慢做一個攻堅動作 川民術兩邊只差20吋而已 Porsimia這邊領先20吋 但是軍事上是大大輸對手 敗戰艇的兵力的 這邊戰毛兵傷害非常的誇張 星期兵過來 稍微阻止一下 但是星期兵真的是不太好打 對手的一個戰毛兵 騎士這邊稍微吸一下傷害 OK 那這邊城堡打地王有點打不太過 對方已經有3級攻 但3級防還沒有好 還在研發喔 然後還有20秒時間 不知道來不來得久 感覺有點快要吃不到了 後面的拖子車可能要過來 投個一發 那這邊結得差不多應該是OK了 那這邊也是讓Porsimia 升學到了一些時間喔 中間這個城堡應該是 還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後面這個城堡有在纏嗎 有喔 兩台巨型托斯蒂 那目前看到敗戰艇 其實經濟狀況還是不錯的 還可以出這麼多 那麼多黃金兵喔 但是沒有轉強弩出來 我在想是不是有點在顧慮 要不要升這個強弩 但我覺得還是要升的喔 雖然對方如果出戰車的話 你的強弩跟戰馬兵會被打成白癡 但是你的敗戰艇喔 是有這個招響 工程器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也沒那麼害怕 那我覺得Porsimia這邊的一個重點 是趕快點出這個榴彈炮 是蠻核心的一個關鍵 這邊突然被招走一台戰車 然後面清洗兵 把所有的老頭解決掉了 解決掉老頭之後 這邊清洗兵全速陣亡 跌博再過來 50派戰車 吸收了非常多的一個 遠距離的箭矢傷害 這邊打這些弓兵效果也蠻不錯的 50派戰車是專門 Counter對手弓兵的單位喔 而且他同時喔 血量也是蠻多的 200多滴血 雖然遠防有吸喔 但是他近防是0 所以如果這個騎士 或是大量騎士兵 淹了過來 這50派戰車是完全打不贏的 好 那這邊看起來也沒什麼救了 後面城堡爆開 這邊5巨頭 也不敢架起來 因為對方有這個火炮 所以這個隨便架起來 這5台巨型頭司機 可能會直接白給掉 這邊 這邊果然有強弩喔 我記得是有強弩的 好 這邊強弩出來 久不出火槍 那這邊出挖野釘 應該是也沒有什麼問題喔 這個不會被射到 雖然有點極限 好 3級的工兵鎧甲也補下了 戰寶兵 防護力來到了8房 但波西密亞這邊還沒有趕快去點這個 油單炮 這邊這兩塊一劑 能不能挖到也是個問題啊 他現在可能已經快要斷金了 所以經濟有點慘 人口數也不是很多 這波直接把巨型頭司機拉到上方 直接攻堅就是城堡 5台巨型頭司機其實炸的速度非常快速喔 這邊戰寶被利用高低優勢 後面有火炮 哇 直接集火 炸光一大牌 後來數量平和起來 這邊火炮可能要趕快找個人來秀一下比較好 第一時間把對手的火炮給關掉 城堡直接被砸掉之後 火炮也不敢繼續上前 因為這裡有勝利在做一個招翔 OK 這邊直接反擊 這邊再砸一下 可能會打兩隻 我就知道 這感覺這個 你只要一開炮就沒機會跑 就跟打肉一樣 你放那個技能喔 我會有這個延遲實踐 我會有這個 間隔喔 這個間隔一定會停頓 所以可能會直接燒兩發 就是這樣子 唉 這個 是以為這個細節 沒有控好就會變這樣子 好 那這邊 巨型投石機 還剩兩台 兩台還可以再繼續進攻 但是我覺得這邊要趕快先把上方這個城堡給拆了 這個城堡拆掉之後 上面這塊一金喔 如果拿下來 對波西米亞是非常香的一件事情 好 現在變成戰毛兵大戰 這時候波西米亞居然還點一下工程工程師 增加一下這個巨型投石機 一個火炮傷害 還有這個一點的射程 那這邊直接使用垃圾兵大戰 然後配上火炮 好 待會再轉出榴彈炮 那這個流程我覺得還沒什麼問題 但是就是要特別小心對手的一個騎士暴 或是 騎士暴或是 騎士暴或是清奇兵暴 但是對方霸彈艇喔 馬也沒有特別強 雖然有三級防 但是 並沒有特別之處 這是一般的弱馬 騎士部分也不會太強 但是駱駝很便宜喔 但是駱駝打這些垃圾兵 效果也沒那麼好 而且這些波西米亞的疾兵 也開始慢慢在出了 長長兵這個投力喔 還沒有出 還沒有升起重裝長長兵 好 這邊 上萬人再修城堡 喔 三個 哇 超多 這個應該是修得回來 那順帶一提喔 敗戰體的一個建築物的血量 是遊戲裡面最多的 你看這個TC的血量有3000多滴血 移動防止也是破仙血量 一般的防止血量應該是只有900滴 像這樣子900滴 那他這個血量也可以開到 260滴的血量 喔 這邊直接反制老頭 老頭的優勢 如果對方有在空的話 就沒那麼好用了 好 敗戰體果然轉出了騎兵喔 果然轉一個騎兵路線 這邊是轉重裝喔 等三級法要趕快點 敗戰體確實還有這個能力可以轉 但要留給他時間也不多了 跟這個城堡移掉之後 可能敵人就會長驅直落 欸 這個城堡試的很痛 哇 直接高地射爆一台火炮 這個就是沒有榴彈炮的一個差別喔 有榴彈炮的話 這個射存就更完美了 而且 弱點的這個爆炸範圍會更強大一點 所以火炮這邊點榴彈炮 是破西米亞的關鍵 好 那如果有榴彈炮之後 要趕快升這個擊兵喔 長槍兵趕快升上去 升到擊兵比較好 那這邊現在肉馬 毛兵 擊兵什麼都出 還有榴彈炮 現在三走兵都出 確實壓制力很強大 這邊直接上來硬點這邊修城堡的村民 然後再毛兵這邊直接送也不是很虧 哇 這邊確實拿下來了 這裡這塊金礦已經沒了 這裡的村民會被炮絕嗎 跑啊 哎呀 有一個南村民直接大難淋頭 更多的火炮飛了過來 很痛 村民還是到處跑 好 下方這邊重裝騎士已經升級好 開始遊戲直接幾隻的騎士出來防守了 好 看一下左邊 左邊進行狀況也沒什麼問題 問題是這個黃金量 剛剛兩千多的黃金直接沒了 但是數量上已經開始多了起來 哇 直接按了二十幾隻排程的騎士 二十九排程 把黃金全部投資在重裝騎士上 好 這邊護衛技術點下 來增加一下這個長長兵的移動速度 但這個長長兵直接在發呆 沒有在做事 長長兵過來出了幾下 但這邊火炮很危險 強奴現在也要被這個戰毛兵 給counter掉了 現在趕快升級大擊兵了 我覺得火炮可能要稍微萃一下 比較好 因為後面的擊兵數量其實不多 重裝騎士淹過來的話 可能會出事情 好 那這邊還沒有催 這邊還是想要繼續進攻 上方金被搶下來 其實對敗戰品來說是非常傷 現在他有點猶豫 到底要先拯救上方金礦出來 還是下方還是中間呢 中間有大量火炮 現在上去可以直接吃光 下面的話 城堡被蓋有點尷尬 金礦拿不回來 而且還是出兵點 然後上方的地方 金礦拿不下來也很麻煩 因為自己可能會遭殘刀斷金之路 好 但是這邊第一時間還是決定 要來攻堅正面的火炮的位置 火炮直接10下也是很香 可以稍微抵擋對方的進攻速度 這邊重裝長槍兵 還沒有升級好嗎 OK 升級好變成疾兵了 疾兵好了之後 還要再想辦法解決這些戰毛兵 那目前沒有火炮可以解決 目前戰況又變成敗戰艇的優勢了 敗戰艇嘗試要再把這個尺寶再蓋了 既然 但目前要抵擋對方疾兵的攻勢有點困難 目前疾兵雖然不是很多 疾兵有點少 後面要補下更多疾兵 這邊一個騎士暴會不會直接帶走破西米亞呢 好像有聚會喔 但這邊疾兵出來也是抽掉非常多的重裝 下方的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打了蠻多的騎士欸 這個騎士的出兵路徑直接會被射爆 這個城堡賺到蠻多的 好那這邊二級防點好了 三級板甲還沒有點 這邊趕快點一下這個疾兵 疾兵趕快一直按 但除了疾兵之外 趕快升這個戰毛兵 去防守一下對方的一個戰毛兵 那現在已經被壓在出兵點了 現在兵一出來就會被解決 相當危險 好這邊直接聚兵一多 一波只要反擊 但是這邊數量上明顯上有壓制住 破西米亞的出兵時間 後面輕騎兵 加上這種騎兵騷擾兵的效果非常好 這邊非常多的兵直接倒地 好這邊其實也在砍 哇怎麼辦破西米亞直接爆炸 反正金礦拿下這麼多的優勢 結果家裡直接被吐了一波 好但是這邊這邊稍微拿了回來 OK經濟一上最後 雖然損失了一些些 但是家裡還是守住了 哇守得非常極限喔 好那原本在庭自己 也是有被傷到經濟 現在在努力的想把自己的經濟拿回來 這邊黃金樹回到一千多 上方這邊開始在開採 這個是一個人蓋城堡的勵志故事 蓋了七七四十九天 還在蓋 右方這邊直接把這個大金礦給圍住喔 既然挖不到的我也不給你 也不給也不給你 我得不到的你也別想要 太狠了 好這邊衝車直接開撞 這邊會注意到下方在攻城了呢 這邊村民可以去第一次去拆這個衝車的 好上方這邊的兵 防守效果還是不錯 好那波西米亞這邊趕快補村民 然後再把這些經濟拿回來 目前戰況對半戰體來說還是相當有優勢的 原來這邊波西米亞只要沒有流彈炮的話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擊潰 流彈炮就是波西米亞的一切 簡單來說是這樣子 好下方這個城堡果然村民是有發現到 好那這邊這個攻堅城堡可能會蓋好 但是這邊沒有流彈炮可以做反擊 這邊直接出巨型投司機 好城堡一蓋好這邊怎麼辦喔 要直接撤了嗎 還是再打一下 我覺得直接撤比較好 不然這邊會損失太多單位喔 哇這邊城堡輸出很高 這邊騎士還在繼續砍 後方城堡均一投司機出來了 準備進入假期模式 那這邊可能要再出幾支火砲 有有在出 本來出火砲去反制對方巨頭 跟對方的戰毛筆 那下方這邊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這個金礦應該是可以爽爽挖 那波西米亞還可以再火一段時間喔 那左邊還有出幾支清奇兵 有去騷擾 但這邊也有城堡做防守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這邊直接戰毛兵想要上來硬A了嗎 但這邊有一個高地優勢 這邊戰毛兵是不是沒空好 直接就往前走 火砲可以預測一下這個路徑 炮擊一下 還是要直接打巨頭 OK巨頭先打 打一發 倒地 打的也是不錯的 這一波反擊 對波西米亞來說 很有機會 四台距離投司機 菜的速度會非常快速 後面衝突可能修不過來 雖然這邊城堡血量非常多 就有720滴血 那後方的一個經濟支撐 兩邊還可以再打一段時間 平時超級隨機 黃金數量很多 但這個城堡掉了 波西米亞可能優勢就越來越大囉 現在沒有 榴彈炮就可以打出這麼好的戰機 有榴彈炮之後 這個操作空間就更大了 傷害更猛 可以打爆一大堆的戰毛兵 沒什麼問題 這邊開炮一下 哇 倒一排 這裡再開一炮 沒有去打對方的一個戰毛兵 這邊少女直接招翔 這邊招翔 能不能招到的感覺可以 這邊的圓圓圓圓庆 在看 這個直接叛變 直接被原地戳爆 好上方的一個城堡 做第二波的防守 這邊左邊黃金還沒挖完 其實巴拿鐵也是可以再戰十年的一個狀況 但左邊這邊 巨型投石機在攻堅左邊的城堡 而不是正面 這邊一個是東森吉西 把大浪兵派到這邊 以為跟你要決戰 雖然殊不知巨型頭十一在這邊偷偷進攻啊 哇 這裡我們有看到 應該是有看到了 再按這個清奇兵喔 可能是要來這邊直接拆 巨型頭十一喔 這邊急兵喔 趕快拍到這裡做防守 就沒什麼問題 這邊防守跟進攻這個博弈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但是這邊就是變成五五開喔 並不會有太強的攻勢 這邊本來就是要做一個堅守狀況 然後再用火砲去跟對方換一個幽幻 那破西米亞的想法很明確 好 三級防守點下 終點了 安達技術點了 然後再鑄鐵技術 剩下一下這個比例的傷害跟防禦力 好 凍裝騎士換掉了一台巨型頭十一 這邊城堡 三巨型頭能守住嗎 好 再來一發 兩發 城堡可能要陰落 這個城堡掉了左邊的村民全部都會慘遭毒手 這個城堡絕對不能掉 但是這邊有清洗面上來 來偷A村民 這邊修村民的數量可能會越來越少 城堡還能再撐十年嗎 再戰十年有可能嗎 這十年感覺很快就過了 看起來是要沒了 完了 這邊看起來是BBQ 最後一發 後面再兩顆過來 這個城堡即將倒地 嗯 哇 狗住 8CD OK 還是倒了 最後 左方城堡陰落 上方戰線雖然打贏了 但下方城堡一爆炸之後 所以BMPUSHIMIA直接把戰線往下移 而不是往上攻堅了 雖然上面的黃金處很吸引人 但是這個時間點攻擊 左邊也是蠻賺的 畢竟左邊村民也是蠻多的 剪血兵直接無雙開砍村民 後方的一個資源也補了過來 大量的重裝騎士想要解掉這些巨型偷使機 但是只解了兩台 還是有一台活在這裡 那這邊BM損失了太多的重裝騎士 黃金樹其實也不多 這邊看起來BM要打贏似乎有點困難了 這邊BM果然打錯了巨巨魚 有點可惜 那邊BM竟然沒有偷渡到對面的河道 直接對他們的漁船進行打擊 不然你看這些魚都吃得爽爽的 但我覺得這個魚有點小小的尷尬 他沒有把漁網補在這個位置 就是像白婆他們打黑森林一樣 漁網放這個位置 然後漁船在這裡 就可以直接把肉放回去馬托裡 這個算是一個細節 但沒有關係 這兩邊也是打得相當精彩 那上方部分這邊 魚的部分還類似喔 因為由於漁船出的不多 而且碼頭也只蓋一個 沒有像波西米亞蓋三個關係 所以這個漁船返回的時間越來越長 這個採集效率就很差 那最後我覺得比較關鍵的是 把這個城堡拿下來之後 然後這個銷刀有點打爆了 那雖然上面的金塊可以讓他再打一段時間 但其實我覺得也是在打垃圾時間了 畢竟波西米亞現在連最強的榴彈炮還沒有拿出來 這邊霸彈亭左邊就已經守不住了 相當可惜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應該是非常的精彩 哇果然是波西米亞全影喔 這個村民移動速度 越後期 這個整體的感覺越有感 這個食物跟木頭明顯贏了一些 食物贏了4000 木頭贏了16000 16000相差很大 黃金樹也是 而且還贏了少量3000 雖然遺跡部分輸蠻多的 這一場地圖是有6遺跡的 雖然輸了快2000多的黃金量 但是其他支援友基本上都是穩贏的 那看起來兩邊的精進狀況最大問題是 拜南提這邊是12分才點下手推測 但波西米亞很早就點了 輪軸一好馬上就補這個手推測 但是這邊上帝龍實彈相當很晚 39分才點下 那波南提那邊是一個速遞的打法 所以這間手推測晚下的有點誇張 但也沒辦法 因為這段時間已經是要開TC出來 狂按村民 村民穩定之後才會去按這個手推測 那這一段差距可能會有點差 因為他有可能 再來更早一點 這裡就可以點下手推測 大概在36分鐘左右或35分鐘 那這段時間經濟差 就有點打出差距了 但這段時間就是波西米亞的第一波進攻 所以這個時間點總體的頁 有點讓他忘記要點手推測這件事情 所以導致經濟上並沒有那麼好 那垃圾兵也沒打出太大的優勢出來 非常可惜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